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行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意味着什么 家里有矿 能拥有首摇式放映机的家庭显然是很富裕的 而首总与医学的渊源就要从他的高祖父和真祖父说起了 高祖父名叫首总光照 真祖父名为首总良安 两人都是名医 看过首总漫画或改编日剧向阳之术的应该都知道他们 真祖父首总良安曾参与了一家众斗所的创立 而这家众斗所正是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 所以首总自从能成为漫画之神的同时成为医学博士 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他有着一脉相承的天赋 虽然首总自从的高祖父和真祖父是医生 但是首总的爷爷却没有从医 父亲更是成为了血增家 这父子俩逐渐把首总家的轨迹改变了 父亲并没有从医 那么小首总是如何接触到医学领域的呢 我们都知道首总小时候经常被同学欺负 有一段时间他的朋友很少 除了昆虫迷石原石某青梅竹马之外 就只有几个人了 其中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博物学老师 首总他们放学后经常去看他解剖各种小动物 当然要说这引领了首总的医学之路也太牵强了 实际上首总自从产生学医的想法就是第一期所讲的 因为在强制训练所的经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6岁的他因为身体瘦弱被扔进了强制训练所 有一次首总的双手长满了疹子 本来以为涂完药水之后就会好转 但是没想到发展到双手快要坏死的地步 对于首总之从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他还有很多漫画想要画 在看了万世兄弟的铁扇公主之后 他也想要做动画 不过在医生的治疗下 首总的双手逐渐恢复 首总也开始觉得医生是个非常崇高的职业 于是他也想成为一名医生 当然除了觉得医生受人尊敬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医师父母的期盼 虽然高祖父和真祖父都是医生 但是之后的两代从事于其他行业 因此父母想让首总从事家业 二 首总认为就算被征召入伍 也不用上前线作战 三 成为军医的话 不用太顾及伤患的感受 这就是少年首总 想要成为医生的一些原因 大阪空袭后 首总之从一边在军需工厂末阳宫 一边画着漫画 同时也想要进入大阪帝国大学 附属医学专门部学习 经过努力他在1945年7月通过了入学考试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医之路 但是进入学校后 首总之从并没有全身心的学医 而是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 用在了画漫画上 有一次他在教室里画漫画 被教授发现了 慌张的他 在收拾原稿的时候 不小心把墨水瓶打翻在地 墨水瓶顺着阶梯翻滚 墨水事件 教授非常愤怒 但是教授也拿他没办法 因为他经常让首总帮自己画组织图或者模型图 1946年 首总自从以《小马日记》出道 1947年 更是创作出了影响无数漫画家 并且被誉为日本战后漫画新奇一点的 新宝岛 越来越多的出版社邀请首总画漫画 一时间漫画充斥着他的校园生活 他也因此挂了不少科 甚至还留了一年级 在老师的眼里 这孩子大概是不能成为医生的 不过首总还是于1951年3月顺利从学校毕业 之后便在大阪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实习 这期间首总自从的态度也极为不短正 在给病人诊断的过程中 他的脑海里经常涌现出漫画创作上的灵感 并且每次都会用笔记下来 甚至有时候会忍不住地笑出来 教授对他的表现也相当无语 实习期间 首总自从自然是不能在教室里画漫画了 他便在医院的休息室里创作 但是在医院画漫画把原稿按时交给编辑 这是个难题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 让编辑伪装成病人 在问诊的过程中把原稿递给编辑 有时候首总自从还会找护士帮忙赶稿 他经常把门繁锁和护士在休息室里通宵打荡的赶稿 久而久之就开始有了各种传言 有人说护士每次出来的时候都净显疲态 也不知道他俩在休息室里干了些什么 看诊的时候不认真 休息的时候还有流言蜚语 教授终于忍不住了 他对首总说 首总啊 就算你能成为医生 那也肯定是个佣医 医死几个人在所难免 我求你快点放弃学医吧 去专心当漫画家吧 一向太度不端正的首总也犹豫起来了 虽然他总是不认真学医 但是突然有人劝他别当医生了 他反而不知所措 他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母亲 母亲说 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吧 听了母亲的建议后 首总便选择了自己更喜欢的漫画 不过这时恰好得到是有间医院 愿意给首总提供机会 他们还对首总说 在我们这当医生 比你画漫画有前途多了 首总一看 这医院居然在深山里 算了 还是当漫画家吧 从1945年入学 到实习这段时间 首总之虫算不上一位优秀的医学生 但他却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漫画家 这段时间 他创作了新宝岛 《遗失的世界》 《大都会》 《福士德》 《森林大地》 《阿拉伯之夜》 《新世界之路》等数十部漫画 《身后一众谜地追随》 腾子不恶熊 石森张太郎 横山光辉 宅腾龙夫 松本林寺等等 这里就不一一提及了 放弃从医后 23岁的首总之虫 便开始创作文明世界的铁壁丫头目的前身 原子大士 一般的剧情走向是 首总之虫开始专心画漫画 然后成为了漫画之神 但是对于首总之虫来说 他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真就这样放弃从医 他觉得很不甘心 毕竟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了 如果放弃 不就纯属浪费时间 还不如一开始就直接专心画漫画 于是首总之虫要认真了 铁壁丫头目要创作 职业医师执照 也必须拿到 1952年3月 距离毕业刚好一年 首总之虫如愿以偿地 通过了考试 成为了一名医生 不过显然他并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行业 严格来说 他还是放弃从医了 黑杰克是无造医生 首总之虫是有造不移 但是首总之虫拿到医师执照之后 他仍然没有放弃学医 只有他一边成为最强漫画家 一边提升自己的医学知识 并且成为了医学博士 那么首总是在怎样的契机下 成为医学博士的呢 他又不真正进入医学行业 他成为医学博士 干什么呢 还有前面提到的某青梅竹马和首总 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从自己感受传奇的旅程 好了 那本期的难得出去到此结束了 我是陆兰君 谢谢各位小伙伴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